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吓头 我看到那个逸争采访我的时候是真吓头 人家肚子好痛哦 去喝点个水呗 别人的男友都会过来帮忙揉肚子 你呢 又来了 不是 我这么晚怎么跟你去找别人的男友 每天一个恋爱小技巧 包你单身到老 兄弟们 发害 每天一个恋爱小技巧 包你单身到老 你跟我在一起 因为你是个妖精啊 为了让你不再祸害人间 老辣现在就念上咒语 将你封禁在塔里 逼啊 为什么不逼啊 BCD吗 真的假的啊 我看你有啊 为什么不逼啊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都听不懂 因为老辣用的是刀台啊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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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还可以帮他分析一下 我站出来 兄弟们 你们说这个东西 我站出来 你们要知道 你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 你知道吗 你们首先要考虑一点 他不像我是游戏主播 有很多人说你想谈恋爱 你就勇敢一点 对吧 你就主动一点 兄弟啊 你要考虑到对面是个 对吧 我游戏主播我谈恋爱是无所谓的 兄弟们 我谈的诚和谈不诚 对我影响都不大点 你要为对方考虑的呀 兄弟们 你们懂吗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 反正这种东西好吧 我觉得感情的事情好吧 我觉得私下处理是最好的好吧 也不是啊 我们现在就是两个怎么说呢 就很简单 就接触了这几天嘛 对吧 就我觉得他人还挺好了呀 但是你们不可能通过两三天就能了解一个人 你们说对不对 就算真要谈恋爱 肯定你得相互有个过程的呀 了解的过程的 我游戏主播我真还好兄弟们 真的我大不了被喷一下 我该播啥播啥对吧 最多人气掉了一点 对吧 不是节奏太多了 我肯定得聊一下对吧 但是我也不想跟你们 不是你们冲我干嘛了 关键是 我妹妹得罪你们 反正该哥们站出来的东西好吧 根本不可能不站出来好吧 但是我觉得感情这个事情 兄弟们不要太懒恶了好吧 成与不成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事 你们说对不对 现在大家当好朋友就行了呀 你要有个过程的呀 你们不不可能直接进行到生孩子那一步吧 兄弟们 那你妈合同笑开花了 兄弟 我们就跟试了三四天 兄弟们能有啥吗 对吧 还算不错 越说你们他妈的屁也多 真烦